为什么有的时候子女会嫌父母 所以有时候做父母的 他就是压根他就搞不懂 小孩子不管几个 我生的 跟这个老公老婆生的 也是怎么样养大 不管家里有没有钱 总是养大了嘛 然后也念书了嘛 或者有人不喜欢念 不管 为什么有时候小孩子嫌我 有时候连女婿啊 这个媳妇也会嫌我 有时候忽逆啊 有时候会顶撞啊 有时候爱理不理啊 有时候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 我们说有时候反求诸己嘛 当然有的时候子女真的是不成才也是有 但大部分正常人啊 我看大概九岁以上吧 子女应该都知道孝顺父母啊 尽量尽量孝嘛 孝跟孝子当然是两回事啊 应该道理啊 只要是人嘛 因为这是人情世故嘛 这是人的天系嘛 父母就是要养育小孩子嘛 小孩子要对父母啊 要多少要孝顺年啊 可是有时候父母就说 我小孩就很不乖啊 但有的时候 我这一集主要是讲 有时候是父母的问题啊 有时候父母真的有问题啊 当然父母一定是 大部分可能是对啊 但我这边举的是 有的时候真的是啊 父母要检讨一下啊 可能是风俗习惯啊 个性啊啊 这些啊 我是讲这些啊 所以你如果是 你是父母的话 当然爷爷奶奶也一样嘛 爷爷奶奶你还是父母啊 就自己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当然东西方的养成教育啊 是不太一样 西方人这方面比较好啊 那东方人是以家为观念嘛 那西方人是讲究人格嘛 讲究独立自主嘛 那西方东方人 西方人是这样子嘛 东方人都要坐在一起嘛 或者你就算住外面啊 还是一家人嘛 那西方人是独立一点啊 所以这方面少一点 我们看实话说啊 天下我不是的父母啊 就这样讲嘛 你为什么怎么丢脚那么不客气啊 就算我哪里不对 没听过啊 听一下我不是的父母 这些话是错的啦 就像顾客就会是对的 也错的啊 天底下有的父母就不对啊 不会说永远对或永远不对 天底下没这种人嘛 也没有说绝对的好人 绝对的坏人 坏人有时候会做好事情嘛 好人有时候做坏事 就没有百分之半啊 但是父母 一辈子父母不犯错不可能 有的父母就不好嘛 有父母最近犯科嘛 杀人犯狂也有做父母 我们说就算百分之八九十的父母都好 那有可能有一成多父母真的有问题啊 有气阳的有怎么样啊 原来的话是什么 天下无不死的父母 你看这个无不是的父母 跟无不死的父母很像嘛 一个卷舌一个不卷舌嘛 天下无不死的父母 原来是这样讲嘛 那没错啊 父母一定会死啊 自己也会死啊 我的孙子女儿也一定会死 人呢一般都活不过一百岁嘛 所以原来的意思啊 就是天下无不死的父母就说 你父母一定会死哦 这当然也不好听嘛 就是当然正常嘛 谁都谁人的生命有限嘛 意思呢 重点就是说 你父母年纪大了啊 如果她现在五六十还好啦 如果她现在已经七八十 哦 你要多照顾她哦 该吃吃该喝喝啊 这一面这个树玉金封不止嘛 治愈啊清不歹啊 如果她八九十 你要做好准备啊 就这个意思啊 原来的意思是 听起来无不死的父母就说你要孝顺她 你不要等到她死了以后再孝顺来不及啦 那后来就变天下无不舍妇 男人就变了嘛 那你说那父母就是错的那怎么办 他讲的就错的啊 你学问比他高 你学问比他高 你学问比他多好 你比他会做恩处事 那你父母讲的就错的啊 你说哎呦呦呦 他讲的都对 那爱怎么办 那父母叫你杀人 你就真的杀人 顾客永远是对也错嘛 那碰到奥客怎么办 奥客就不要做生意啊 嫌贵的不要吃啊 你来个店里放个蟑螂说 你这个不新鲜啊 什么脏啊 奥客啊 报警处理啊 你吃饭不给钱 处理啊 报警处理啊 客人说你没听过 顾客永远是对的嘛 他这个期许的话 但是进行书不如无书嘛 这话都说到绝对就麻烦了 但是我们不管了 还说天下无恨 我们说想习惯 我不是的父母 对父母好一点 可是有的时候啊 会看到子女啊 甚至媳妇啊 女婿啊 对父母公婆不太满意 发牢骚啊 大小生什么原因啊 我们这边是排除说 子女就是不孝顺啊 这种也有啊 我们这种排除掉 是讲一般的情况啊 父母也像个父母吗 子女也像子女吗 但是有时候 子女有时候就是 会嫌父母啊 不是这边说 不是谈父母也没有钱嘛 不是说父母没钱 看不起你嫌你 而是说行为及心态啊 意思就是说 绝大部分 百分之八九十都正常的家庭嘛 父母也正常嘛 子女也正常嘛 甚至有孙子女儿嘛 但是 还是会产生问题 你看 家里夫妻吵架 有时候 夫妻都正常嘛 但是孩子会吵架 有时候这个家蛮好的嘛 父母蛮好的嘛 有上班嘛 有赚钱养家嘛 太太在家啊 或者太太也上班 子女也还好嘛 有时候家里会吵架嘛 我说哦 有一些矛盾 我们说在正常情况之下 就犯了这些问题啊 这边是我自己整理啊 这个网络上找不到啊 这完全是哪一个字 我自己答案 有时候我要引用啊 引用新闻 引用什么就说 我引用危机白客 那我是copy下来的 因为要有证据嘛 那有时候就讲观念嘛 这观念我不需要证据嘛 我们讲观念嘛 就我自己想自己想 第一个 父母有的时候 真的管太多了 我们先讲什么情况啊 很多父母啊 不由自主地认为 小孩永远长不大 是不是啊 很多父母 永远长不大嘛 你就算你已经六十岁了 可是我父母可能八十岁啊 八几岁啊 你还长不在我心里 永远是小孩子啊 我讲起来好像蛮窝心的啊 可是问题很多啊 可是多少年就这么过去了啊 小孩子啊 当初生下来啊 强跑啊 喂奶啊 玩花学语啊 这个学走路啊 学跑啊 上小学中学大学 哦 一晃一晃呀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就要过去了 原来八十把尿的小男生小女生 哦 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而且搞不好已经上班了 搞不好生了育女了 而且已经可能当上公司的主管了 实业有成后 完美独当一面啊 时间就会过去嘛 好 那这样很好啊 那有什么问题啊 问题来了 可是父母可能啊 无法摆正形态 摆正形态 然后就是永远当小孩子啊 所以有时候习惯会说 这些东西啊 都会造成那个子女的负担啊 这个破坏父母子女的关系啊 那我们看看这边 因为我举的都是 把领导连续剧都会演的嘛 你家我家他家邻居家 我们这屎家 这是时空见惯 这常常有这种事情嘛 都是从生活点点滴滴嘛 比如说 你怎么永远长不大啊 那是把常听说嘛 那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当然是父母对子女说 这个常听嘛 那你家里我房间怎么这么乱啊 还要我帮你整理啊 那你衣服都不会穿啊 那怎么穿那么难看啊 身上有味道了啊 怎么不多穿一件啊 不少穿一件啊 天气热你要穿那么多啊 天气人穿那么少啊 那小孩子啊 今天天气这么冷 要多穿几件衣服啊 干嘛出去吃啊 外面贵吃啊 你不会自己在家煮啊 浪费钱啊 赚钱不容易啊 我们当初把你带打 花多少钱啊 那么辛苦 我们自己都不太不太花钱了 养拥不到 漫妻怎么长大了 要赚一点钱了 这么苦 还跑到鼎泰峰去吃啊 还去吃高级巴菲啊 一个一千多块啊 浪费啊 那小孩子不会带 你看我们带你带多花 你小孩子不会带怎么办 什么等等等等 后面还可以举二十个三十个五十个地 都可以举了啊 举不完啊 就是这边做一个大概讲话 这些都常讲嘛 但是在父母的立场中 你去小孩子啊 你小时候我就讲你嘛 他小孩子的时候 你讲到他没话说 他小孩子啊 你讲什么 你要打要骂 随便啊 我小孩子啊 可是他已经大人了 他可能已经二几岁了 可能三岁了 可能四岁了 搞不好他五六十了 你现在是八几岁啊 所以你小孩子六岁的时候 那个 有时候你看那个 你说六几岁的 男的女的还被骂 谁敢骂 他怕他骂嘛 哎呦 八十几岁的 七八二岁八九岁还在骂啦 这就叫什么 有人长不大 有时候真的管太多了 就是 没有办法摆正心态啊 所以你说 怎么有人长不大 他搞不好公司总经理啊 搞不好是科长主管啊 搞不好是大学教授啊 搞不好是部长次长啊 局长处长啊 啊 或者一般的公务员啊 就是已经在外面独当一面了嘛 那说有人长不大 那听起来不是很怪吗 我去上班上叫 哎 董事长好 总经理好 科长好 啊 什么承办人啊 怎么样啊 什么招秘书 李秘书啊 或者你摆个面谈嘛 张老板啊 小张小王啊 那就出去独当一面嘛 一回家怎么永远长不大 不是很奇怪吗 就是 不想回家了 我在外面也人五人六的 就是 怎么一回家被小孩子啊 一回家该被念了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谁敢说我不懂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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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家 怎么一回家 怎么不懂事啊 你前面要把司机 我们说假如状况好一点啊 司机 哎 老总 送他家 要不要你公司保保 你提进去啊 在这边 隔光哈腰的 就一回家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你建的房子 房子怎么乱啊 有什么事没做好用 我真的是很不习惯 你房间怎么这么乱 那你这么乱 那我的房间 你就不要整理啊 或者我今天赶时间啊 我今天没有整理好 平常我整理啊 但我今天赶时间啊 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今天体力不好 我今天感冒 我就没时间啊 或者我乱一点又怎么样呢 你就不要进来啊 这我外面 我又没把你搞乱 我自己的房间 我的事情啊 而且我今天感冒发烧啊 我今天赶着出去啊 开会啊 我今天没时间整理啊 把床备掉 一回家 你家里怎么办 你这么乱 还要帮你清理啊 我都几岁了 我都60啊 六七十啊 七八十啊 把你整 那家里怎么这样子啊 什么衣服都不会穿 那我一三几岁啊 四几岁啊 这什么衣服不会穿啊 什么天气那么冷 那外面贵 那我吃得起啊 或者我不一定赚很多钱啊 可是我有时候人都这样子啊 那我一个月出去 跟太太啊 或者带爸爸妈妈 或者带小孩啊 我一个月我 一个礼拜吃一次嘛 或两个礼拜吃一次嘛 偶尔嘛 我算赚钱不多 偶尔吃吃大餐嘛 打打牙记嘛 这一出去就念 你再念 贵吃啊 浪费钱 哇 我也没有天天吃啊 我平常也是吃便当啊 然后回家 可能回家就是吃正常的 但是像 刚好这礼拜天啊 礼拜天天气不错 我们去走一走 顺便我们去吃个顶太风啊 我吃个buffet啊 偶尔一次嘛 就又被念 小孩都带不好怎么办 小孩真的有时候 小孩真的感冒 感冒就是难免 那就是从不带啦 怎么小孩感冒 小孩不能感冒 而小孩这件衣服有点脏 那就是我们小时候很脏 就是管得太多啦 管得太多 这个时候啊就是 这个做子女 不管她十几岁 二几岁 三几岁 四几岁 就这样子嘛 她已经大人嘛 就重点是她已经大人了嘛 就满18岁了嘛 满20岁了嘛 她大人嘛 甚至可能工作了嘛 身边可能当主管了嘛 在外面独岛一面 那父母永远长不大 就在心目中永远长不大 那你说这种 念一次 念两次 念三次 念八次 那这样子 一两年下来 这子女就受不了啊 当然也不一定住家里啊 那有时候你自己租外面 租房子 或自己买房子 不管了 一回家还是不要当小孩子看 那你说这种 父母子女的关系 那就会有问题啊 有人说我天生就喜欢被家念的 没有吧 我天生就喜欢被家欺负 没有这种人嘛 我天生就喜欢被家看不起 没有嘛 因为人都不喜欢听负面的嘛 都喜欢听正面 所以我们说嘴巴舔一点啊 情伤高 你看 林志玲就不会得罪人了 他讲话 第一个嘎嘎的 第二个都是 永远不攻击人 他永远都是讲好听的 而非欺欺人缘 关系好都不对啊 你看 非欺欺也是 找得不错嘛 声音腔调什么 也都蛮 蛮温柔的嘛 非欺欺 当然他说他开玩笑 开玩笑 铃铛别乱 如果正经一定讲 你这条歌唱的 我今天请你上这些 你真是万人迷啊 真是偶像 你看 非欺欺谁会讨厌他嘛 那有的人就不要 有的人一见面就讲难题的 那总人人就不会好嘛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要讲道理 讲道理的时候 一认词也那没办法 就是说 我们正常就是 人际关系啊 没有在讲什么 特别严重的事情 就嘴巴舔一点 当然 老师上课的时候 要严厉一点 父母 教育小孩要严厉一点 或者我们朋友 要挥去人家的时候 或者像我视频 我在讲道理的时候 有时候严肃一点 这没办法 因为我们在讲道理 这个不是一般人际关系 一般人际关系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 你讲几句舔一点嘛 我们是这样的 可是你说 老师讲话都跟废区一样 那就完了 完蛋了 你说这个公司 总计董事长 高级主管 对下面讲说 像林志玲 那也完蛋嘛 所以我们就说 人的角色很多种 就平常 无所谓的 待人处事 聊聊天什么 舔一点 该做正事 该要求 也是要要求 所以第一个就是 父母 有时候真的管太多了 所以你自己想 如果你是父母 论了小孩子 已经长大成人了 你是不是 有时候还把他当小孩子 比如说很早以前 就是我们这个社区 社区前任主委 在卸任 时间到了 他看我在新闻界 他说 那新闻界 这个应该不会太难 就在我家开会 管委会 比如说多久 一个月开一次 多久开一次 就不要在外面 花钱租地方 这家开 不然开一个 一个钟头多久 结果 那几个委员来了 然后我妈吓一跳 她知道我刚才要开会 她就说 哎呦 你们怎么会选我儿子 当主委 她什么都不会啊 她什么都不懂啊 她想当主委啊 怎么办啊 那几个委员 他们都知道嘛 在新闻界上班嘛 那时候已经 三十五六岁了嘛 这个 也是大人了嘛 他们就没办法接啊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开会说 你儿子讲话 讲得也蛮得体啊 这个事情也都懂啊 在外面也是 见过一些世面啊 妈妈说 你怎么会选我儿子啊 什么都不懂啊 你们怎么选她 那叫人家怎么接 那我听了 只能笑笑 那怎么办啊 那第二个啊 父母不懂得给孩子饮食权 这个常常是 这个很严重 很严重啊 就子女会受不了 很多父母啊 尤其是母亲啊 因为爸爸嘛 他比较有时候 在外面比较多嘛 回家累了 就是管的事情少一点 母亲都要家里嘛 母亲又是女儿嘛 帮小孩子 把这个 收拾家里什么东西啊 所以母亲这个方面 比较严重啊 比如说啦 我们说母亲啊 习惯帮儿子收拾房间 爸爸如果想收也是一样啊 你说我小孩子啊 帮他收拾啊 不管他二几岁 三几岁 四几岁 五几岁我也可以帮你收啊 父母嘛 收拾房间 我们这次打个比方啦 当然其他还有别的 我们就说打个比方 就收拾房间啦 或者收拾家里啊 当然他如果是住在家里 可能把他收拾 他住在外面 有可能吗 儿子在外面租房子啊 买房子或女儿啊 女儿租房子买房子 有时候 你回去看看嘛 不管租的买的嘛 就顺便嘛 就算他没结婚 你也会把他整理吧 有时候他结婚 你还是会把他整理 这无所谓嘛 反正习惯了嘛 你在外面租房子 买房子 我去 哎呦怎么怎么 地下垫脏啊 老妈我就帮你拖个堤吧 帮你找个堤吧 看你房间里乱 我就帮你折个棉被吧 这个天性嘛 这把他收拾房间 整理一下 这是好意嘛 很好嘛 这正常子女 这也习惯了嘛 这也是父母心嘛 天下父母心 可是凡事要讲究分寸 我就看到很多啊 这种因为这个起从突的 我有时候我自己也会不高兴啊 父母要注意什么地方 包括儿子女儿整理啊 不管房间啊 家里啊 这个天经地义嘛 就是只要你体力好嘛 你主动嘛 就是你父母叫子女去 叫父母来整理 那就有点不太妥当嘛 因为通常父母也有点年纪的嘛 但他自己要做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看哦 这父母 如果说妈妈妈 整理小孩子 你不要说 妈妈年纪那么大 你怎么不孝 这话不能乱讲 如果是妈妈年纪大了 做儿子女儿还不懂 你要帮我整理 那就是王八蛋 可是有的时候 母亲她主动帮我说 我还好啊 我才六级啊 我才七十啊 我还可以动啊 而且我不喜欢坐 我不动一动 很难过 而且我看了这个 我看不顺 我自己要做的 那你就不能讲人家 那妈妈自己要做啊 那你跟儿子 你就不能扯到什么 儿子不孝顺 我怎么不请个管家 我怎么不请个清洁工 还要叫妈妈 那我们很多事情啊 所以话不要乱讲 有时候话会得罪人啊 不管啊 你说母亲帮小孩子整理啊 但是要记住啊 要整理看得见的地方 就看得见嘛 地上嘛 你说丢把垃圾把它扫一扫嘛 你说这个地方好像好久没拖 把它拖个地板 如果做妈说 我有体力啊 我没问题啊 就是她自愿的啦 自愿的就没话讲 她习惯了 不然她自己在家里 她也会打扫啊 就看得见地方 但是不要牢过街 就是不要去弄看不见地方 所以很多 因为这个牢过街啊 就真的是会起冲突啊 或者是儿子女儿啊 或者女婿啊 媳妇心不高 什么意思啊 看不见东西 最好不要去碰 你把它打扫可以 看得见地方 比如说 你可以把它插插书桌的表面啊 书桌上有一些纸啊 比啊 摆得有点乱啊 你把它折一折弄一弄 弄方正可以啊 书桌里面不要打开啊 书桌不要打开啊 柜子可以啊 外面插一张 柜子里面不要打开 你说为什么啊 这我儿子啊 我女儿的东西啊 甚至我媳妇啊 我把书桌打开怎么样 我把柜子里面打个衣柜啊 橱柜啊 打开又怎么样 有什么了不起啊 问题就来了 不要去翻 东翻西翻啊 不要把柜子打开啊 根本不要打开啊 可能没有他们私人的东西嘛 因为一般人都是嘛 看得到地方 我不会摆啊 比如说我们开个玩笑啊 比如说摆这个A片啊 摆情趣用品啊 摆情人的 旧情人照片 然后这胡说八道 就是摆这些啊 就有些很私人的东西 摆在柜子啊 格子啊 书桌啊 柜子里面嘛 当然有时候里面 没有什么不能给人家看 不一定嘛 反正就是说 私人东西它会藏起来嘛 公开的摆在桌上 它不会摆个一片嘛 不会摆个情趣用品嘛 但是双方都有个隐私嘛 如果他女儿子一个人住啊 他就跟摆些东西啊 就算他已经结婚了 可能还是有些私人嘛 可能他们夫妻两个 有什么法院传单啊 有什么借据啊 有什么东西啊 不怎么好看东西 那你去翻 那翻了以后就破坏他的隐私啊 他的心也不要把他拆开了 所以有的父母就很喜欢 说菜 我菜 他会说私人清洁我不拆 这个政府单位什么东西啊 什么是哪里 我帮你拆开来看 什么水电费啊 什么东西 搞不好有些不好看的啊 欠钱啊 什么罚款啊 什么 父子女也不希望你知道啊 也不要接人家手机 也不要帮人家猜信 也不要接手机 很多就是这样子 结果儿子里面说 你为什么动我东西啊 我帮你清洁啊 帮你清洁 你为什么把我手机打开啊 然后又把我收了半天 我东西又找不到啊 而且有些糗啊 我有一些不想人家看到 那你打开就看到我很糗啊 最糟糕的就是 还跟你讲说 哎呦 我生儿怎么变态 怎么摆这个日本A片啊 摆情绪用品 那不是很糗吗 咳 然后如果家里有媳妇啊 厨房要最小心 因为人家说厨房是女人的一个中心嘛 这里有媳妇嘛 媳妇就是厨房是女人常用的嘛 当然儿子也可能用啊 就她锅碗瓢盆都有固定摆的地方嘛 而且有的妈妈不管 我一进去好就把你收拾啊 收完了以后 还不杠上开放 我把你重新改变顺序 本来这个瓢子摆那 摆哪里 刀摆哪里 可是妈妈的习惯 我习惯摆这里 把习惯变了 就媳妇回来要烧饭 哎 锅子在哪里啊 刀在哪里啊 刀叉在哪里啊 刀叉在哪里啊 筷子在哪 烧在哪里 找不到 哎 怎么回事啊 我老公 老公 我妈今天来了 你妈来 气不打从一处来 你妈为什么要动我出发 怕我都找不到 那我就吵架了 就吵架了 最终你要注意人家的这个隐私权啊 但很多很多妈妈是不管的 我最大 我来了我就整理 那至于整理 你本来怎么摆得起家的事情 但我照我的习惯 重新把你排列出 完了不是很麻烦 因为你破坏人家家里的秩序嘛 而如果要动到儿子房 像有些年轻人啊 房子家境好一点 就是 你们有些新的用器 新的电器啦 房道锁啦 这个很多先进啊 跟老人家嘛 这个只会 顶多只会用手机电脑 不会用什么设计开关 密码锁 这完全不懂嘛 如果要动到儿子或女儿的房间 或家里电器啊 电子门锁 现代化设备 最好不要动 就是你说书报杂志啊 少少地啊 这些无所谓啦 这电子的东西啊 你说电锅都会用啊 那电锅现在有很多新型啊 那它就跟传统的不一样啊 搞不好它家的这个瓦斯炉 是电子瓦斯炉啊 用法又不一样啊 不像以前传统的 瓦斯打开 开关一开 那现在搞不好有的比较机密一点 最好是先向儿子里面告诉你说 我想用什么 我想烧湖水啦 我想用你瓦斯炉啊 用你的电磁炉用什么 最好 不要直接去用 最好先跟他们讲 那当然如果说他们不在的话 就忍一下吧 就是或者打个跳 跟他说我要用啊 可不可以用啊 或者怎么用 用什么payball 最好是由儿子女儿 他们自己操作 因为他们的东西嘛 尤其又有媳妇 又有媳妇啊 有媳妇啊 有女婿这种最麻烦 因为你跟儿子女儿 顶多吵一吵 闹到别扭就算了 儿子媳妇是一半嘛 那那个心结就比较难化解 就由他们来操作 或者由他们来教 那有的就说 你不要动 不要动 就是我们在这儿来弄啊 比较先进的啊 那有些就说 哦那好 这个也没什么先进啊 但是我就教你用一下 因为跟我们家里 老家用的不一样 教你一下免得用坏嘛 不然操作或设定错误的时候 容易产生纠纷 所以这个有时候父母啊 有时候懂弄西弄啊 这个也不懂得隐私啊 也喜欢乱碰乱碰的 那到时候有约 那我就碰到 我的亲戚就这样子啊 他家里真的是这个 他这个女儿跟女婿啊 真的是家里稍微先进一点啊 哦那个那个 大门啊 密码所 不像我们现在一般呢 用钥匙开箱 不是啊 像很多密码所 密码所设定用很麻烦啊 所以他就跟那个 这个他的这个婆婆讲 你只要按比如说五六七八四五三二 按就好啊 就开了 你不要去动其他东西 动其他东西会更改 就那个 就是 那真的去动 也不知道怎么搞 就动一动 整个锁住啊 一锁住很麻烦 一般锁箱不会开 哇 这个全家被锁在外面 好几个小时嘛 心里干得干到不行 叫你不要动嘛 我只告诉你 你就按了几个数字 它自然就开嘛 那怎么你会锁住 那你就动到别的东西嘛 然后再一个就是 太喜欢啦 唠叨鲍鱼啊 就是 有时候这个 年纪大嘛 话就多啊 话就多 想找人聊天 没关系嘛 你就讲一些好听的嘛 吃饱了吗 你去上班怎么样 我们去唱唱歌啊 而且电视不错 你就讲这些东西 不错 这个孙子乖不乖啊 去讲这些 不要去抱怨 不要去唠叨 不错 我一说不少的父母 很喜欢像子女 抱怨通 唠叨戏 也可以说抱怨通 抱怨西 唠叨戏 也喜欢这样 抱怨喜欢唠叨 比如说 我们举例啊 比如说 不管儿子女儿 是跟自己住一起啊 还是要住外面啊 你跟他讲电话 或到他家去啊 这个去看看他做怎么样 不管 就是有种情况啊 这个反正一见面 不管讲电话 或者是在一起聊天 你爸爸要跑去喝酒了 这不顾家了 还有跟那个王伯伯啊 李叔叔啊 有时候喝酒打麻将 还有时候跑到酒下去啊 还有时候喝了 疯疯癫癫癫啊 回来啊 乱花钱 那还不顾家啊 回来怕酒疯啊 什么 那跟你讲一大堆 那谁会喜欢听嘛 是没错 你讲的都事实 那整个这已经多少年了嘛 又不今天才开始 你就算了吧 你就聊聊 请来看看 聊聊电视电影嘛 聊聊孙子嘛 聊聊家里居家的事情 老是抱怨 那怎么上次来也讲 那媳妇就说 或者女媳妇就说 你妈怎么每次来都讲这东西啊 她就把这妈放录音带差不多啊 很烦嘛 她说我们上班也累了 回家想弄点吃的啊 洗洗澡聊聊天看电视 差不多准备睡觉嘛 那怎么你老妈一回来 她每次都这样 那我今天上班累了半时回来 还听到半天 你不听好像也不孝顺 听得烦得要命啊 比如 你老妈老喜欢买东西啊 你看从年轻人喜欢买啊 都老了还是买啊 衣服永远买不完 买鞋子啊 碰到什么都想买啊 这是乱花钱啊 不然的话 你们早就出国念书钱都有了 不然的话 早就可以帮你买房子啊 买汽车啊 什么东西啊 这习惯啊 抽筋要去哪 我给你扯一堆 扯一堆 这改不了啊 要不然你们就离婚嘛 又没离婚 她就说 每次这样差不多 老妈就喜欢乱买嘛 那我们也长大了 这家也是过来啦 她每一个人都有习惯嘛 她每次都在念 闹到东 她说 你平常回来一点不孝顺啦 有这公司有这么忙啊 她说 回来打个电话也不会 她说 一两个礼拜回来一次 最近怎么都没回来 她说 我跟你老妈 老妈退休啦 很寂寞啊 很无聊啊 家里有小偷怎么办 她跟扯一打堆 有就说 真的我们有我们的事情嘛 那我们上班很忙 赚钱不容易嘛 要开会 最近我要出差什么东西 你就体谅一点嘛 我们有空自然会 打电话给你 自然会回去啊 自然会请你吃东西啊 带你去回旅游 最近真的比较忙啊 你要体谅一点 我们也不可能老人家嘛 又跟你讲 讲不清楚嘛 说我公司多忙 你也听不懂嘛 回来老师抱怨 我说 昨天跟邻居吵一下 邻居老王啊 这个张小姐啊 这个张大妈啊 无聊啊 这么讨厌死啊 每次又为了什么 什么我东西 这么东西掉下来啊 在外面怎么样 他的狗啊 狗大便啊 吵了一下 这不是东西啊 怎么吵啊 他溜狗啊 什么狗啊 狗大便嘛 给你扯一顿 就把你家事嘛 讲得很清楚 我说吵架 妈讲了半天 讲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过去 妈跟你动车洗车 讲得很高兴 最后呢 你帮我明天报仇啊 明天去把我 骂回来 我说 子女烦不烦啊 比如说 你姐姐啊 最近跟你姐夫 煮不好啊 你姐夫好像 搞一个小山啊 你姐夫最近都很晚回家 最近钱拿回家比较少啊 你今天很生气啊 你要帮你报仇啊 把你姐夫讲一顿啊 你姐夫很可怜啊 你姐夫这不是个东西 越来越糟糕了 是不是有坏女人啊 什么的啊 我详细告诉你 也三十五十七八 那你又烦死了 怎么办 到最后就是 真的稀烦七糟 我这几个都是一场例子 我昨天叫你弟弟啊 开车要带我去买东西啊 跟他说他还有事啊 跟他说我不孝顺啊 就你看 这个打麻将有时间啊 什么什么 开个车带我出去啊 不在啊 说有事啊 不方便了 还我自己打工车去买啊 我老人家 走路不方便了 你弟弟都毛八蛋了 什么的 又可以扯一堆 那你就干脆说 老妈你去嘛 机能车两百块我出嘛 就好了嘛 你先坐机能车去买嘛 不要坐公司 我回来钱给你嘛 那弟弟可能他有事情嘛 或怎么样嘛 你不要扯那么多 那机能车钱我出吧 我懶得替你的废话那么多 老人家就画架子一看 抱你一大堆 不是妈说你啊 你跟媳妇你结婚几年 不知道我抱个孙子啊 抱个孙多好啊 到底是你的问题啊 是不是你不能生啊 不会吧 是不是你媳妇啊 我去检查啊 还是你们两个有问题啊 还是你们两个感情不好啊 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不生啊 什么原因啊 没事没钱啊 还是对方反对啊 我给你扯一堆 年纪什么 我现在经济时间也不好嘛 生儿子 生小孩很容易 要养孩子很难 我们现在还没准备好嘛 我们有把握生的时候 自然会生嘛 也不能操心那么多 又给你扯一大堆 不是吧 是不是你性无能啊 是不是你是同性恋 我做老妈都不知道啊 而你媳妇有问题啊 我给你扯一堆 就把她烦死了 你的房间怎么乱啊 这么乱啊 背带也不好好扯啊 你不扯就算了 你这个杀圈刀的媳妇啊 这个女人也不扯 你这个媳妇怎么搞的啊 这个家事都不会做啊 也没有烧几顿好菜 给我跟你爸爸吃啊 喜欢唠叨包 一定很烦嘛 因为家里是家人休息 相处的地方嘛 大家回来就 当然希望安静嘛 当然聊天是没关系嘛 就聊一些正常的嘛 不管子女已经工作 或者仍然就学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压力嘛 上学有压力嘛 念书很痛苦啊 上班也是有压力嘛 要面对老板啊 主管啊 同事啊 尔虞我诈啊 工作的压力啊 这很多烦恼的事情嘛 那回家就是喘一口气嘛 休息嘛 休息嘛 躺平嘛 洗个澡嘛 看看电视嘛 聊聊天嘛 看看小说嘛 轻松一点嘛 准备睡觉嘛 养精续练嘛 明天再到那个 杀千刀的学校 或者公司再去 面对挑战嘛 人就这样嘛 有人说公司上班没压力 压力很大嘛 念书没有压力 压力很大嘛 回家就是要休息了嘛 补充养分嘛 补充精神 然后明天再去面对挑战嘛 就回家 家人之间聊天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天底下 没有人喜欢听家唠叨抱怨 我在学校听老师 讲了一天啊 我在办公室上班 被老板骂了半天啊 听了个同事嘛 抱怨了半天 我回家还要再听你说 老妈老爸的抱怨 那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嘛 尽管父母对子女多说几句 情理之中嘛 你说父母不对子女讲话 不可能嘛 不多讲几句也很难嘛 但是要有限度嘛 凡事不要过度嘛 最好不要把这个 最好这个 这措施就不改了 一直知道 最好不要把这个唠叨啊 不要把唠叨啊跟抱怨啊 当成习惯 见人就说 或者一次讲太久 不然就够老玩嘛 台语就够老玩 就是人家讨厌你嘛 人缘不好 人家就怕你嘛 就近鬼神而远之嘛 把你当牛鬼蛇蛇嘛 所以有的时候 你说奇怪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啊 要自己满心之味 奇怪 比如说小张啊 一上班 一到办公室 他说你来了 我太好了 我还想跟你情情抱抱 就比方说嘴巴甜啊 他喜欢送小礼物啊 喜欢 中午买便当的时候 到他出去说 吃便当谁要买 登记一下 钱回来再帅 没可以啊 先给我也可以 这个人见人啊 有的一上办公室 每个人 很忙啊 没空没空 他说讲话很臭啊 讲话很不礼貌 很自私啊 那谁喜欢嘛 所以你说办公室 你说 为什么他人缘这么好 为什么另外的人缘差得要命 这有原因嘛 日积月累嘛 反正就是说 你愿意牺牲奉献的人 人缘一定好嘛 永远只想自己 不想 不想要甚至想陷害人家 那一定鬼见仇嘛 一定是这样子嘛 父母跟子女 是天经地的关系 可是你父母 老师喜欢唠叨 老想抱怨 这够人玩嘛 鬼见仇嘛 这个父母子女关系断不了 可是他就说 哦不来像捧场 啊你没事少来吧 年纪大吧 这个舟车劳顿啊 不放这个很累啊 你就没事少来 我们有空回去就好 有的父母很欢迎 为什么 我们当时打个比方了 有的父母很欢迎 为什么 有的父母 当然我们只举个例子 一回来 来看你 有没有帮你整理 是另外一回事 搞不好家里也没什么要整理 他说哎呀 我帮你带带孙子吧 带带孙子啊 我看你们冰箱都空掉了 所以我带了一点菜啊 我刚才去超市啊 买一点新鲜的肉啊 我肉都帮你放到冷冻啊 我看你们在外面啊 工作辛苦年轻 又赚不了多少钱啊 那我跟你爸爸啊 我们都有养老金啊 我们都有承年钱 这小事情啊 帮你买一点菜买一点肉 都放在冰箱了啊 顺便帮你这个孙子孙女啊 接回来了啊 或者人家校车送回 我帮你照顾一下 放心啊 你们有应酬就去应酬啊 晚一点还没关系 妈妈我今天或者跟你爸爸 今天在这边啊 我们不好意思啊 把这个当自己的家啊 我们就自己看电视啊 我们跟小孙子玩在一起啦 买了一点蔬菜啊 买的不多 不成记忆 甚至回来以后说 你们最近很辛苦啊 最近你有请病假啊 所以这边我跟你爸爸 准备我们准备了 一万块两万块去了 把身边啊 利用你们这个成家不容易啊 也不多啊 一两万就当你花钱啊 有时候带着媳妇出去吃点好 好的嘛 该吃吃该喝 我还说父母谁 谁不喜欢啊 废话又不多 还会习生奉献 回来说 每次回来他们一来 冰箱就多一点东西啊 孙子也帮他洗个澡啊 什么东西啊 陪孙子玩东西 还带一点玩具 甚至塞个五千一万八千的 带媳妇吃点东西吧 买几千 那这让父母谁不要 谁不欢迎啊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者无心啊 听者有意啊 就是出口商人 这孩子也没有恶意 可是有时候讲话不好听 说我没有恶意啊 所以台湾很糟糕 中国大陆也是,就喜欢三字经 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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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他,你怎么讲张?我习惯了 你怎么习惯?我爸爸,我小时候我爸爸就这样 你爸怎么讲?我爷爷的时候就这样讲 我没有意思啊 我就喜欢插你的什么东西,问候你祖宗八代 我没有意义啊,我习惯 那你不能改吗?如果我改不过来,我没办法 这边倒不是说脏话,就是有时候说者无心,听者也要 所以常言道言多必失嘛 父母对子女讲话,通常不会三思而后言嘛 不会嘛,有什么就说什么,一家人嘛 可是有时候话太实啊,所以有些人 不容易得罪人,他讲话先经过大脑 他会想,我这讲话会不会人家不喜欢听,不好听 或者他考虑到对方现在想不想听 对方搞不好今天被老板臭骂一顿啊 搞不好对方今天感冒了,就不要去吵他 如果今天对方活蹦乱跳 你就跟他开起个玩笑什么东西啊 还脑袋还想一想,会不会人身攻击 这我们不容易,对不对 有人就是容易,对不对 哎呦,你的头发好乱哦,你都没化妆哦 哦,你的牙齿好乱哦 哦,你的鼻子好弹哦 哦,你的红沛绿口臭哦 哦,你干嘛,你被老板骂了,嘻嘻嘻 你终于就容易得罪人嘛,是不是 所以父母对子女上有话急说 平常倒还罢了 遇到子女心情不好急躁 啊,公司压力大,上学学了很痛苦啊,什么情况的时候 那他就很介意啊,说不好听的话,子女解释 比如说啊,所以这种父母都是张口积来嘛 很多父母没有在管嘛 所以我说这情况西方就好一点啊 西方这方面,西方的文明这方面就比较少犯一点啊 啊,早知道就叫你不要娶她嘛 早知道就叫你不要嫁给她嘛 你就不听嘛,就好啊 你看,早知道你不要娶她,不要嫁她嘛 你看,搞小三搞小王啊 那你刚才不会赚钱啊 那你刚才投资失败啊 那你刚才不会做家事啊 妈这一听,叫你怎么办 我都已经结婚了,生小孩啊 那我当初也是恋爱啊 那现在也确实有点问题啊 那怎么办,很多废话啊 那天就不舒服嘛 啊,会讲的话就说 哦,那我们想办法怎么解决啊 你跟她好好谈一谈啊 那西方人比较会讲 我说出了什么问题 啊,没关系,已经发生,发生就发生 你讲再多没用嘛 解决嘛,面对嘛 不能面对最多最后一拍两三嘛 啊,那也不必到那个程度嘛 就要谈一谈 到底什么出什么问题 理性解决嘛 啊,讲这些 讲这些五十三的没有用嘛 啊,早知道你这么笨就不生你了 啊,这有很多父母在讲嘛 啊,可是你就随便讲讲啊 可是当然是真的你生的啊 可是小孩子有时候一向想不开啊 心情不好 那就不要当我父母啊 那你就不要当我的儿子啊 那时候这就是越扯越远了嘛 你看隔壁小民多厉害啊 你跟自己买房子你呢 那可能是他父母出的啊 啊,或者出很多啊 搞不好他重乐称啊 他就是会念书啊 他工事大啊 他的心理高啊 他bonus啊 年文奖金啊 什么 什么这些都比较多啊 那他有他那个命嘛 那我就不是啊 那这样子 每个小学生 你问他五十个小学生 讲到做什么 五十个你们搞不好四十五个当总统 全校买多少个学生 搞不好三千个学生 有两千七百个都做到 总统 总统就一个啊 就一个啊 同时间就一个啊 那怎么办呢 其他人干嘛 这每个有每个的命嘛 人家啊 有能力买房子 他的命 他的运 他会念书 他基运好 他能力想 那是他嘛 那你不是这样子啊 那你生的儿子就没那么厉害 但也可能你儿子就比较厉害 但有的时候就不算 你儿子就没人家那么厉害 而且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厉害 就是 搞不好 搞不好你认识一百个小孩 你们搞不好只有 年纪轻轻 搞不好只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纯粹靠自己能力 大部分还是不行嘛 还要靠父母帮忙嘛 或者是慢慢存钱嘛 或者怎么样 那你不能 都去拿跟最好的比啊 你要拿平均值啊 你表哥考上台大 你看你在念什么学校 念实力大学 野积大学 那你表哥会念书 那我不会念啊 或者我考 或者我考运就没那么好啊 或者我学校也不差 只是不是台大清华 他就考上了 或者现在也不用考了 反正上台大 我就是没有上 那怎么办 你杀了我 不要什么都跟最好的比嘛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难怪你爸说你真没用 所以有时候父母不要传话 不要说你妈妈说你什么啊 你爸说你阿姨说什么 你姨说你真没用 这种话你不要去传话 不要去讲啊 没做好就没做好 做好就做好 不要去讲那些负面啊 那怎么办 没有用啊 如果他能力 你的能力真的不好 你在讲什么讲 不要说 大家都说你不行 那改不了啊 就面对现实啊 能力不行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搞不好不会念书 那外国人怎么做啊 你就不会念书就算了 那你有没有什么心绪 就问小孩就说 我喜欢烧饭 我喜欢烹调 当厨师 那好嘛 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厨师学校吧 或者到餐厅打工 当学徒 我不会念书 可是我人高嘛 我喜欢打篮球 我喜欢打棒球 我喜欢打排球 那我们试试看嘛 当运动也不错嘛 或者说我会唱歌 我唱歌也蛮好听的 那好吧 当歌星也很好嘛 红的话赚很多钱 我喜欢当艺术家 我喜欢画画 我喜欢画油 花瓜 山水画 天生我才必有用嘛 不是说不会念书就完蛋了 那中国人说不会念书 完蛋了 放牛班了 随便嘛 放牛吃草吧 随便你要怎么就怎么办 这不是这样子 行行出状元嘛 那房间怎么乱七八糟 以后谁就嫁给你 你这讲的话人家不好听嘛 你长那么丑 怎么嫁得出去啊 从此就没有知情形了嘛 你就打压了啊嘛 走开啦 越忙越忙 不然妈妈烧饭 老妈 我要帮你拿个酱油啊 拿个胡椒油 帮你切个葱啊 帮你切个菜啊 肉帮你拿下花饼 走开走开啦 越忙越忙 哇哩哩 那怎么办 又打破碗啊 真是笨得要命 谁 谁不会手忙脚乱 谁不会磕磕碰碰啊 谁不会打破碗 打破碑 你不要天天打破吧 天天打破就夸张 真的有问题 这偶尔打破 你打破 笨得要命 笨得要命 怎么讲 我这个月怎么没有拿钱回家 这白痒你了 我这个月自己的钱都不太够花了 怎么办 怎么最近被公司支钱 要回家趁乱吃 公司就最近啊 快避难听啊 大家整个静静不紧气啊 那我们就是牵涉无心家 然后没办法 撑不下来支检 然后我们再找工作 那办怎么办 又不是我自己不要做 那公司叫支钱 给我一点支检费啊 那我现在家里休息 休息几个礼拜 我再去找找工作 但是找工作 什么找来不知道 因为要趁烦吃了 他心里不是本来心里 被支检就很难过了嘛 你又在那趁烦吃 可是又不能不养你 那趁烦吃几天又怎么样 多一张网块又怎么样 这不好听嘛 你是垃圾堆捡来的 那这个是更难听 你看你爸爸这么会赚钱 你根本不像他生的 你看这句话 就是触口伤人嘛 可是重点是他说者无心嘛 我是你妈妈 我是你爸爸 我没那个心意 可是听者有意嘛 难听嘛 所以误会叫照折嘛 那夫妻也是一样嘛 夫妻难免吵架 吵架难免 可是不要去讲一些不相关的话 你可以说 哎呀你怎么 我要去看那个电影 今天都不带我去看 我今天想去吃这家 餐厅里要吃那家 意见不合口角都没关系 但是夫妻不要去讲了 早上就不嫁给你 早上就不娶你 我真的后悔娶你啊 我们离婚吧 这种话就不要讲 很多就是 就是一生气一吵架 什么都来 诸果不如 这诸果不如 你是材料 你是废料 什么话都讲 你们一家都不是人 这种话就是扯太多了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 后面还多 还没力气 就是举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给子女压力太大 书话说一种米养百养人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但虽然在书中只有黄金屋 书中只有严如玉 还有公益主义的熏陶下 很多父母的确给子女太多压力 因为有些事情 这个每一个能力都有限 包括先天后天 有的子女他就不会念书 当然也有的时候不喜欢念书 不管 他念书念不出东西 那不然怎么办 他就不会念 他膝色就差 他就没兴趣 但他前面讲过 他可能对运动有兴趣 他可能对唱歌有兴趣 他可能对艺术有兴趣 他可能想修车 对汽车 机车有兴趣 他可能喜欢当导游 观光导游 喜欢出国旅游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也可以嘛 就顺着他去嘛 这社会上 如果一千个小儿子 一千都去念书 那他就停下来打乱 那这个这个 也没人当厨师 也没有人表演唱歌跳舞 也没有人去演戏 那也不行嘛 这社会均衡发展 会念书就去念嘛 那都不喜欢念书 念不错 你去去做别的嘛 这社会365行各行各业嘛 但是很多人讲 不行就念书 你会念最好 不会念要给我念 你说会念的也是有悲剧 像以前 这个好像十几年前吧 台湾有一个圣团出 有一个什么北宜女中 那不止一个了 我举个例子 北宜女中一个好学生 北宜女就好学生嘛 就会念书 他又是你们顶尖 他说那没问题啊 跳楼直杀 你要问什么 他每次都考前三名 他不可能每次第一名 他每次大概都前三名 那也很好啊 那为什么跳直杀 有一次可能考第五名 第六名第七名 这样子 父母就说 你怎么到了 你怎么退步啊 怎么这次没有前三名啊 那女儿 北宜女当女的嘛 北宜女当女的嘛 北宜女当现在也有熟男的了 他就说 我这次我可能感冒发烧吧 还有什么状况 我最近 的确啊 的确考了第七名 第八名 越想越难过 自己就很难过啊 父母就在那边念半天嘛 你是江南朋友啦 你是怎么搞退步啦 你是发生什么问题啦 你是什么不念书啊 你是懒惰啊 什么东西啊 这样不行啊 更难过 这小孩子想不开嘛 他就跳下来 就死掉了 父母又哭得要死 早日如此 何必当初嘛 你就跟他讲 没关系 不要说考七八名 今天考十七名要怎么样 你平衡都很好嘛 这次可能是啊 你时序不宁啊 最近感冒啊 最近有什么啊 最近看了什么 有视频看 难免嘛 就像是 像是想办法再考完就好了 没关系啦 我们对你有信心啊 加油加油 就过去了 不是 也不会安慰人家 还在那边 煽风天火啊 你妈笨啊 猪啊 交男朋友啦 YouTube看太多了 什么问题啊 你看怎么办 怎么办 跳楼直上 真的行不出来 跳楼死掉了 就死掉了 其实压力太大了 比如说父母 常给子女压力说 你这样考上太大 哦 清华 不然就对不起我们了 每一年多少人去考啊 当然现在也不用考了 这个多元 人士啊 那每一个都念太大清华 那不可能啊 那其他大学没人念啊 那怎么办 没进入清华大学 就足够不入啊 对不起父母 压力太大了吧 你这次全班考试 并没有 并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 前十名啊 你到底有没有在念书啊 那每一个都考前十名 那班上有五十个 那从第十一到五十 足够不入啊 那这一定有第一名嘛 一定有第八名 一定有二十五名 一定有四十五名嘛 当然每次会变嘛 那就尽力就好嘛 所以西方人就说 问小孩就说 你有没有尽力 如果你没有尽力 那你要检讨一下 因为你没有尽力 没有在念嘛 念得不够嘛 那你如果有尽力 没关系 你说小孩就说 我真的啊 我念的时间也不会比人家少 可是我们 我就考不上前十名 每次我都是第三十几名 四十名 那父母就啊 那算了吧 你就是赶快念念吧 那以后 你的兴趣在哪里 我们就到个职业学校啊 或怎么样 就 以后就不要到正常大学念嘛 因为你就不喜欢念那怎么办 逼着你念也没办法嘛 都我们老了 你要买房子给我们养老 那小孩就说 哇哩哩 现在台湾就低薪嘛 那房子又贵的要死 所以现在年纪很悲哀嘛 你说薪水高啊 那个房价也高那就算了啊 就是还是想办 那现在台湾就是说 除非你念非常好的大学啊 或家里有钱 不然的话 就是一般的年纪啊 薪水啊不高 因为这种数字嘛 就是经济统计数字 可是 房价也有这么高的离谱 那他们买不起嘛 那这时候 父母说 老了 你要买房子给我们 那房子 但是 像你台北市 动不动都要几千万嘛 一户嘛 你说外线是可能便宜点啊 可能要八百万一千万嘛 那我 我的钱 赚的钱 我现在只赚三万二啊 搞不好家里 还有娶老婆 还有养家活动 自己都不够用 我拿什么钱去买啊 不行啊 你要想办法啊 要买房子 我们养你一辈子 那不是压力很大 每个月都要拿钱回家给我们 那我钱就不够啊 再跟你们要我们也没脸 也不好意思啊 那我们就是 那我们的同事朋友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啊 那父母就看有退休金就最好嘛 或者有存钱最好 那没有的话 当然就尽可能嘛 所以 中国人说养儿防老 最大的悲就是 孩子是养 可是我不能防老呢 甚至你小孩夭折 你真的生的养大 出生或死掉那怎么办 或者说他去政商 跟他赚的钱就不够多 养自己就差不多了 那你怎么防老 所以西方人就说 儿生只有儿生福嘛 我们把你生大养大 我们尽人义务 你就说好好 你也不用给我们钱 你们搬出去也最好 你们就过你们 幸福小两口 或是生儿育女 那我们父母 我们自己有我们的想法 所以我们自己有买保险 有存一点钱 这房子还可以抵押什么的 就你过你的 我们过我的 不相干 你们有钱给我们 那就阿弥陀佛了 那你没钱给我们 我不会逼你 因为你看嘛 这父母都说 以前以后 你们做事要给我钱 可是你有没有给你父母 搞不好你也没有 因为这年轻人赚钱就不容易嘛 你给他做压力干嘛 等他这么坏也不用讲 等他们真的赚钱 他们真的赚到钱 这么乐透 他们自己会给你嘛 那如果他们赚的不够 你这样讲 那不是压力很大嘛 那每天都过得不愉快嘛 或者说你这样 一定要加个医生哦 加个律师哦 加个总统哦 加个部长哦 加个立文哦 千万不要加个穷人 那怎么办 那我男朋友 我们就情投意合啊 可是他就没钱啊 可是我爱他 他也爱我啊 我跟他在一起很幸福啊 的确有另外一个啊 法律系的啊 医学系 可是那个我就 我长得不好看嘛 或者我就没感觉啊 那怎么办 所以东西方这个 这个准富 越富越某啊 见那个女婿啊 或者媳妇 都很糟糕啊 东方人就常问说 哎那不要买房子啊 有车子吗 拼金你打算给多少啊 没房子啊 哦那没关系啊 那没房子 那赶快赶快钱钱吧 你家里也帮你买一下吧 或者你自己 反正就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啊 买房子买到以后 我女儿嫁给你 那你总不说 我女儿要出一半 那正常男女拼的嘛 说没房子 那这个你要求我女儿啊 你要想办法出一半钱 我女儿也出一半 那这不合理啊 可是中国父母都不是 男女拼的 可是买房子是男方的事情 而且聘金要很多 啊 嫁妆再说 嫁妆不重要 少给你们了 但是聘金不能少 这不是不公平嘛 可是西方人常常是这样 但西方人现实的 视力也很多了 但是我们说普遍的原则啦 就是西方人可能 他不会去问说 你有没有房子汽车啊 一个人赚多少钱 我问这个问题很怂啊 他可能会问说 哎 你这小伙子啊 你爱不爱我女儿啊 你爱一定会所爱的 你为什么要娶我女儿啊 你喜我女儿 你看上她哪里 你们现在感情怎么样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打算去哪里啊 度蜜月啊 就大概会问这些嘛 那至于其他现实生活 先租也无所谓嘛 或者几年后要买 都是无所谓嘛 这水到渠成嘛 重点是 你们结婚在一起一辈子嘛 你们俩要真爱嘛 不要离婚嘛 确定你们俩要真爱嘛 那至于说 买房子啊 租房子啊 买车子 大家想想办法嘛 你们自己年轻也努力一点 我们老的啊 如果有退休金啊 或者存钱 我们也帮一点 这些 就水到渠成事情嘛 那钱多了 就赶快就买房子 买车子嘛 那没钱就是 过过几年 缓一缓再说嘛 这是其次嘛 吃早也会有钱嘛 只要正常 身体健康 努力赚钱 吃早慢慢会有一点钱嘛 重点是爱不爱嘛 可是中国就变成 有房子在前面 爱不爱无所谓 没房子 以后再说 有房子 搞不好不是真爱 那不重要啊 先有房子再说啊 房子是前提啊 就糟糕了 有压力 那你说那个小男生 如果家里有钱 没关系啊 我爸爸有钱 那就好了 那如果 可是有钱人还是少嘛 有钱人人数很多啊 跟比例少嘛 正常人就是正常 不会太有钱嘛 甚至有的家境不好 那怎么办 那我不要结婚了 或者勉强结婚了 就是 就是跟那个 就跟那个 岳父岳母就新结了 你爸爸跟我希望你下个月啊 带我们去欧洲玩一趟 很好啊 可是 我们这样子啊 我带我女朋友啊 或者带我老婆啊 爸爸妈妈啊 搞不好 搞不好 女方的要去啊 一搞 像台湾 以台币来讲 那至少都要 八万十万啊 因为像扣比乃丁 旅游费贵 贵了 你说去个四个 五个六个 那都几十万以上 摩尼勒 钱在哪里啊 可是就说 你爸爸喜欢我 下个月带我们去玩 那钱在哪里 不知道 你们想办法吧 养你这么大了 出一年钱会死啊 不是压力很大 下个月是你爸爸生日啊 看上一次老历史金票 不贵啊 台币才二几万啊 小费啊 你爸爸下个月是七十大收啊 八十大收啊 花个二几万买老历史表 让老人家高兴一下 做儿女的 我们这钱不够啊 我现在也不够存七万块 七万块全给你 也不够买啊 跟你 跟你姐姐妹妹 大家一起出买 一人出七八万嘛 不是出几个二几万就 那我们存了几年的钱都没了 现在年轻人存钱不容易嘛 现在你说台湾 你说在台北市上班 你说赚三万多一点 一起搬 中国房子 中国房子 大概不会在五千以下嘛 都要这个八千一万这样子嘛 还要吃啊 还有水电啊 还有信用卡 手机费啊 什么东西 还要吃喝玩乐 那差不多 不够啊 还不够啊 你表哥在台积链当工程师啊 你要学他一套大工资啊 最好钱一百大 钱五百大 那我就没这个命啊 那怎么办 不是压力 一辈子有压力 你要娶我女儿啊 你先买一户房子啊 我们再说吧 那就是 那就不要结婚了 那你要跟我女儿结婚啊 钱力啊 不多啦 台币聘金啊 一百万就好啊 哇 那怎么办 回去跟父母讲 父母说那是你结婚 我们父母也没钱了 那 我现在只存十五万 二十万 我没有一百万 那就不要结了 啊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一集就是从日常生活里面都看到 就为什么有时候 子女会嫌父母啊 不 当然这里面有跟钱有关系啦 就是说 父母的心态啊 就是说 你也可以当 人见人爱的父母啊 不管你的子女媳妇啊 女婿啊 甚至晚辈都喜欢你啊 有的父母 他的子女同学都喜欢 比如说你带你子女啊 叫子女啊 带你同学啊 到我们家啊 来玩玩啊 做功课啊 甚至有时候在我们家过月都可以啊 来的时候 有时候 你们同学啊 感情啊 来来来来 这阿姨啊 帮你煎个牛排啊 帮你炒炒菜啊 这个都年轻人嘛 你们去打打球啊 然后回来啊 赶快大家洗洗澡啊 我弄点牛排吃啊 煎煎牛排 炒几个菜 我们吃一次啊 我买一点饮料 这一点饮料 不会天价来嘛 哦 每个人说 哦到你家真好啊 你妈妈好客气啊 也不会嫌我们说 怎么那么脏啊 把家弄很脏啊 你们到底搞什么东西啊 互搞瞎搞 都不会啊 没有负名 欢迎欢迎啊 就像7-11 欢迎光临啊 赶快 出去玩一玩吧 出去玩一玩吧 郊油野餐嘛 家人嘛 回来以后没关系啊 弄脏一点 无所谓吧 年轻人嘛 洗洗澡嘛 洗洗手嘛 擦一擦嘛 阿姨啊 跟贝贝啊 我们已经炒了几个菜啊 大家吃吃菜啊 买了一些饮料啊 大家喝一喝啊 吃完以后啊 你们自己啊 到户外再去玩一玩啊 或者在家里面 你们聊聊天啊 人家都说 这个阿姨啊 叔叔 贝贝家医 好 我们都喜欢去玩 而生理当父母 也可以当人见人爱的父母 也可以当鬼见仇 人家就跑掉 观念在这里 我20个月份频道 可以的话 请多订阅啊 也欢迎小和同类 所以这一集我们再讲一个观念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 尤其东方人 这些毛病 父母管太多了 这个毛病去掉一下 要给小孩子一些隐私权利 不要老是唠叨抱怨 我们就用很多日常生活的一些 小例子举出来 不要说 虽然是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但不要出口伤人 不要给小孩子压力太大 那这样的话父母人见仁爱 而不会鬼见仇 这一集讲这个